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 历史上的江南 各地寺庙众多 楼台处处 然而世事变迁 杜牧师中的场景 现在已经难以见到 遗留下来的庙宇 便成为了历史的缩影 感谢观看 苏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 千年古叉天宁禅寺 坐落在风景优美 文化气息独特的长洲 俯瞰金航塔运河 千年来以悲悯的眼光 看着那里熙熙攘攘的人们 天宁禅寺不仅是长洲第一大寺庙 中国禅宗四大丛林之一 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唐朝贞观永辉年间 那时他还叫着他最初的名字 光福寺 直到北宋正和元宁 才改名为天宁禅寺 作为著名的禅宗道场 天宁禅寺在佛教界 有着很高的名望 乾隆皇帝曾感念这里 深沉的佛门气息 散次在此 念香鼎礼并亲自提子 长洲天宁禅寺方丈 松纯长老是一位得道高僧 一副眼镜下 他的双目深邃又充满慈眉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慈祥的老者 却在佛教界留下了难以言表的印象 天宁禅拜已经成为全国汉传佛教的音乐顶拜 这与松纯长老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他的畅香 沉稳 阴阳 独扑 轻雅 是天宁禅拜的代表性传承的 为了传扬这无边的佛法 松纯法师身体力行 居功尽瘁 以不证安能证人者也常常笑咪咪的他 对天宁禅寺的僧人管理异常严格 就是想要僧人们先证己再证人的意义 如今的天宁禅寺美丽 宏伟 威严庄重 这正是因为松纯长老和其他几位高僧 本着对佛法最虔诚的信仰 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挤精艰辛 自1980年开始天宁禅寺的重修工作 天宁古刹才得以重现奉务 今天天宁禅寺作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自觉地担负起回报社会 培养僧财的重任 自1990年以来 天宁禅寺一陆续举办三次传戒法会 2016年9月 天宁禅寺举办第四次二部僧三坛大戒法会 由松纯长老 新城大和尚 晋方大和尚 担任本次三坛大戒法会三师之务 秋日的阳光 普照大地 来自各地的戒子们 等待着报道 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千年间 一代一代的戒子们 就是在这里 以同样敬畏而有期待的目光 等待着传戒团会 世事变迁 而唯一不变的 是佛法的传绩 千年的岁月 多少亭台楼阁 随时光又一闻失 成为历史中的不可追溯 如今那些沉添千年的历史 终究化为一种情怀 随着每日沉中入国 随着句句话 并不动人 回想在天宁禅寺中 成为天宁禅寺最重要的一部分 天宁上岔 绝尘门 一渡灯来 一渡灭 水光月明 神异欲 祝福消爽 气恒秋 全面镇